折腾王警匪片侦探片大家平时应该都看过吧 在影片中每当发生凶杀案或者盗窃案的时候 警方往往会在第一案发现场采集一样东西 那就是指纹 有了指纹可以大大提高破案的进度 因为每个人的指纹都是不一样的 采集到一个指纹就可以顺藤摸瓜的找到相应的某个人 指纹就是一个人的身份证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摸一下东西就会留下指纹呢 手指和物体接触的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用显微镜来观察一下手指上的指纹 来看一下放大之后的指纹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指纹是人类手指上凹凸的皮肤所形成的纹路 能在接触物体时增加摩擦力 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每个人的指纹都是不一样的 塔尔出生以后三四个月就会形成指纹 六个月之后就彻底形成不会改变了 所以指纹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身份证 我们可以看到 手指放大之后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脏东西嵌在指纹的凹槽处 而且纹路就像是迷宫一样 错综复杂 凹凸不平 那么之前说到为什么被手指接触过的物体上会留下指纹呢 那是因为在人的手指上存在有大量的汗线和皮质线 只要生命活动存在 就不断的有汗液、皮质液排出 看起来就像一个个小坑泉一样 因此只要手指接触到物体表面 就会自动留下印痕 想想你紧张或者激动的时候 手上是不是会冒出汗呢 所以这就成为了警方追捕一犯的重要线索 现如今鉴别指纹的方法已经电脑化 鉴别程序会更快更准 通过刚才的观察我们知道了 之所以摸一下东西会留下指纹 那是因为我们的手指时时刻刻都在分泌汗液 就是因为这些汗液复制了一份我们的指纹 然后留在了物体上 就把我们的身份信息暴露在公众面前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凶手在干坏事的时候 会戴一副手套 因为戴了手套的话可以防止留下指纹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给我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想看什么东西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